新生命走过的路 新生命灵良堂 本着上帝渴望世上的每一个人 能活出生命的色彩 并且进入丰盛命定的初衷 从公元2000年1月开始 有几个有共同使命与异象的家庭 在母堂生命和灵良堂 留同主任牧师的祝福之下 在尔湾社区大学IVC的教室 开始了第一次的聚会 因着神丰盛的祝福 几个月之后 一个教室已经无法容纳我们的聚会人数 于是就迁到了Pacific Church 开始了New Life的第二个阶段 2001年 我们的聚会人数已经超越100多人 因为场地的限制 教会必须租用原本是索尼公司的装配厂 将本来是一个工厂 变成我们的聚会场所 我们也顺利地开始了海外的宣教工作 直到今天 我们一共开拓了五个分堂 在北美、墨西哥、台湾以及中美洲的海地建立小学 除了海外宣教职堂之外 2008年 教会推展全新的你 Celebrate Recovery 事工 帮助受伤害或正与恶习挣扎的人 2009年 秉持着爱心化行动 天涯若必灵的精神 我们成立了国际爱灵协会 i-link 结合各样的社会团体和资源 在尔湾华人社区中 举办各样的活动、讲座 帮助许多海外的新移民 除此之外 我们也关心当地弱势族群的需要 并且积极参与关怀游民的行动 让华人也能成为这块土地的祝福 2017年 在上帝奇迹般的带领下 我们买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会堂 感谢主 总算结束了旷野漂流的日子 正式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 我们没有存款 没有建堂计划 也没有建堂委员会 在种种不可能的情况下 凭着信心和祷告 神迹发生了 一切的过程证明了 只要出于神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当弟兄姐妹同心合意 神迹必要彰显在神的教会 但愿未来新生命灵粮堂仍不断地成长 并且能提供全面的装备步道 更宽广的社区服务 借着完善的设施活动 搭起神国与社区 以至于世界之间一座畅 并且能提供全面通的桥梁 愿神祝福新生命不断地扩张 如因展翅 重新得力 成为这世代的神机中心 我们不仅要带领人 更要爱人 我们的渴望就是 每个人都能找到神的命定 活出精彩和荣耀神的生命